明星期間 我們上一個禮拜 我們講到 先國邱吉爾 對於歐洲 在二十四大戰結束之後 每次練習的情況 開始了 一量的重新開始 邱吉爾基本上 上官邀請到過 要建構成為歐洲的中國 但是 英國參加 因為英國參加 是考量到 它有它海外的大英國協 分國協世界 對不對 所以呢 我擁有這個 海外的大英國協成員 那裡面呢 資源、天然資源、市場 各方面非常豐富 甚至各位注意看 今天全世界很有名的銀行 你們注意看 大概都是什麼 英國大事 在海外 比如說 建國大英國協的過程中 它需要什麼 支援的料金 或者是在海外取得這些資源 它要放在哪個地方 所以你們注意到這個情況 好 好 那我們今天再來看 好 我們說 那好 要建構歐洲合同國 單一國家 大家注意看 我們很認識到過 今天 國人脫歐 對不對 前的暑假的時候 是歐洲 說要離開歐洲 歐洲 其實老實上 屬於這條國 就是跟 丘吉爾這個概念呢 有它的連結性 也就是說 我們要光榮 封立在什麼 大西洋之上 那但是呢 各位注意看 歐洲 其他的 這些小國 德蘭 比利時 吳森堡 這些小國 他們呢 相對英國來講 是比較入實的 也就是說 我們這些小國呢 不管是面對德國的喜多樂 或者是戰後重建 還有以後來自於歐洲 或者是亞洲 美洲 的競爭 我們這些小國呢 基本上 大家還是入試 注意看 我們的競爭 注意看 喔 德蘭比利時 吳森堡 當然最慢最慢 第二波工業革命 都已經追上 所以他們算是 老台的什麼 工業化國家 所以他們非常理解 你自己有資金 你的人力資源也不錯 也是水準之上 但是接下來 你知道的產品 對不起 你的國內市場太小了 根本吸大不了 所以你必須要有海外市場 那但是我們 同學要注意喔 今天和那個時間點 甚至造成兩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情況 都有點類似的就是 經濟情況不好的時候呢 我們就注意看喔 每一個國家呢 大概 好像是看出中國 基本上都會有海外的管理 都會任何為自己 都會有機會 來外國人搶走啊 自己的東西呢 出口呢 應該更攀旺 但是別國的東西進來呢 都緊張什麼 要加高關稅 把別人的東西 當他們的外面 看到沒有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這幾個小國呢 反應非常不快 也就是說不管怎麼樣 我們不能等到 不足以抬頭 我們才結合它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要結合 讓我們內部的市場呢 不大些 好 我們面對內外的競爭呢 最起碼什麼 都有個什麼 退國 對不對喔 所以首先注意看喔 德蘭比利時 劉森堡呢 他們成立共產公約 那當然英國 法國也注意看喔 他們正起國呢 處理這個是什麼 希望 剛才是講的三個小國的想法 那加上法國呢 我們先注意看喔 法國呢 長期來 跟什麼 英國 比如說一個英法百股戰爭 對不對 那個旁邊的德國呢 只要德國人開始抓狂 所以會開始抓狂 就是想要把自己 不想往外過章的時候呢 我選出一看 OK 那法國 他就覺得 他就必須到我家 必須到你家 所以他必須想到我 對不對喔 所以法國英國呢 格蘭比利時 不稱號 當時考驗就是什麼 我們除了要擴大我們自己內部的市場之外 從安全的角度來看呢 必須我們單一國家都沒有辦法制約德國 雖然德國很嚴重 但有時候是慘敗 對不對 那但是為什麼 大家會想的奇怪啦 那他不是慘敗嗎 你不看他還好 他呢 好 大家注意看 因為德國在東業化方面 他至少是吧 第一波我們說是中國吧 那大概是第二波 國際之間大概 不反對是德國的什麼 汽車工業啊 那樣推動的 對不對 所以德國到今天 他的汽車業 還可以付錢 對不對喔 所以等於說 他也是什麼 工業化的國家 而且他的產品呢 大家注意看 他不是代工嗎 他是原創 原創跟代工都同意 就是 我這什麼東西都是我自己做的 是我自己思考出來的 是我自己發明的 對不對 所以 只要還有一個的活人出版 這個創新的思維呢 他不是說 好 那當然以後我們會介紹 這和在座 各位都有關於 近代的大學教育 這個體系呢 是德國人 翻出來的 所以他對於人才的培養 他非常的一套 所以我這一套呢 只要還有一個人 一個德國人存活下來 這一套 就是德國不會保存下來 所以我今天被毀了 只要有機會 我明天就可以再站起來 因為我所有的東西不是超出來的 是我自己原創 對不對 所以只要有德國人 就可以再站起來 所以對於歐洲國家來講 是費盡了腦袋 要把德國人的影響力 經濟的 軍事的 各方面的影響力呢 能夠什麼 壓制下去 所以你也注意看 德國對於歐洲人來講 真是一個什麼 很頭疼的一個問題 很頭疼的一個國家 因為他很頭疼的一個原因就是什麼 他的強勢之外呢 還有就是說 他要往外發展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沒有 那法國、英國、德蘭比斯、吳森堡呢 就成立了什麼 在安全、經濟、合作、還有社會、還有文化方面的交流 你們也注意看 這些國家 英國還不理解 但是德蘭比斯、吳森堡呢 他們是非常故事的 這個故事已經形成在什麼 市場上 甚至在語言上面 所以你也注意看 他英國明顯 我們是小朋友 對不對 我們要能夠發揮影響力呢 各位注意看 語言是非常重要的 那荷蘭人非常路實啊 我雖然以荷蘭人講荷蘭為文配驕傲 但是我也深刻意見到 全世界大概就是我們自己對人的百財 那周邊你要跟人家打交道 人家不想是什麼話 你聽得懂聽不懂啊 那你聽不懂 對 別人沒跟人講 對 沒有跟人家 看到沒有 你沒辦法去賣東西 你也沒辦法去賣東西 你也沒辦法去賣交道 所以你們要注意看 那比利斯就不用講了 比利斯這個國家就是什麼 法國人、荷蘭人、還有小部分的德國人 這三個什麼 三大系統組成 對不對 所以你們注意看 大概這些國家的老百姓的什麼 外語能力都非常強 但是它這個強呢 它也蠻有另一概念啊 所以它那個第一外語 不是英文 有可能是什麼 是漢語 它就覺得很難 對不對 所以長期以來 看到今天一台語是歐洲人的什麼 外語能力 那當然說外語能力呢 先以歐洲國家中邊的語言為優先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這個 他們的故事先 所以大概歐洲上面的這種年輕的年輕人 你們注意看 外語能力 大概它也什麼 除了自己的語言之外 大概中邊國家大概至少會兩種以上 那當然以同學為例 如果你想到歐盟裡面歐洲的話 好 那位同學 如果你要去歐盟歐洲 你覺得你才要講多少東西 英文跟法語 啊 英文跟法語 除此之外呢 德語 好 那當然你說 老師裡面最有影響的語言 那現在你剛講 一開始你講一定不限語 還有法語 法語對不為什麼老師出現了這個語言 就是你脫歐嘛 你脫歐過我們的官方語言怎麼還可能用英語 法國語就跳出來馬上就是這一點 看到沒有 你脫歐共同一過 法國馬上跳出來就說英語以後不能編定什麼 我們歐盟的工作語言不能是英語 英語是英嘛 不像你剛講的 英語 法語 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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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語為什麼不管在第一 它是最強的國家 那現在可能會不會很強的國家 好 輕一點 那歐盟所對的國 還是有俄語言和建議 對 對 你講這個方向是誰的 這是誰建議誰啊 你講這個不好 你講這個誰的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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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的法國之間的大佳工作者 或者是外交官 國機場和共同色調交友的工作者 是法語理時出 所以即便後來英美勢力強大起來 法語受到一個影響低 disposition 但是 發國人對於法語的驕傲 是dramatic 那當然 ening 我們也不得Mi 可能說法語真的有他的優雅各方面的確是錯 但是國際之經講的就是實力嘛 對不對 那但是法國為什麼老師剛剛講說 一坨脫歐一坨法國第一個反應最快 德國好像比較笨怎麼都沒強調這一點 那當然一方面第一大家注意看 全世界今天除了法國之外 大家注意看 大部分 特別是非洲那個地方法書前指名歷 大概今天的官方語言還是以法語為主 所以這個世界實務法語的人作為名 或者是作為工作語言 法定工作語言的地區絕對不僅切在法國境內 所以法國對日本經由五年來擴大它的影響力 反應外出的程度不下於英語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注意看 我一般講的 剛才那位女兒講的也很好 把德語塑造到後面 一開始講德語 有沒有人用覺得很奇怪 德國是後面的影響力最大的 為什麼忽然放學 大概一開始講德語呢 的確第一 一開始 德國是在 六十二戰七年 七月 六十二戰七年 八十二戰七年 八十二戰七年 這罪五十二戰七年 四十二戰七年 那你還聽什麼 一開始跑得快 讓你進來也不錯 你還想什麼 當官方語言 對不對 因為我先注意看 德語大概什麼 除了德國境內之外 整個東歐 今天東歐行 我們看歷史上 東歐一直到的什麼 甚至到 派到的什麼 亞洲這個地方來呢 我們注意看 大概他們的外語從歷史上 大概使用在歷史上不同的時間點 隨著德國的強大 大概他們的第一外語都是德語 所以這個影響力 是存在這個地方的 但是為什麼歐盟 大家好像沒想到 第一官方語言是德語 就跟德國在 一開始就是在外語堂 對不對 對不對 我一開始我也跟大家計較 因為計較反而讓大家越排斥了嘛 對不對 所以一開始呢 歐盟的官方語言 的確沒有德語 還不進行排到最後的 而是什麼 不是 那德國也沒有提升權力 好不好 是不是 那大概一直到1970年代 民主國家和共黨國家之間 對立開始 什麼 緩和了以後呢 德國那時候只是吸德了這一部分 但是他平行越來越大的情況之下 他還是有的 但是德國的政府 聯邦政府 還有所有的政府官員呢 基本上內部以我們今天的表達方式來講 好 他們去我們內部的一個共識 也就是說我們去歐盟那邊開會 不管多大或多小的內部 但是我們公開不僅德國的聯邦總立 下面不管多小的官員 你只要去歐盟那邊開會 你就什麼 實際上 寧願派班一根根根根 其實你自己也很厲害 好 但是他有反應的問題 來張卸子 有一點的影響 好 所以大家都開會 但是我的翻譯翻過了 看到沒有 那當然 因為歐盟後來陸續續會員國 越來越多嘛 對不對 那法國融洪的更厲害啦 在任何場合都講法語啦 對不對 他不僅在歐盟都到全世界 他如果講法語 他也不講越多語言 當然也不得講啊 對不對 所以變成歐盟有一個非常強的 大家要注意一點點 他的翻譯 有個翻譯學校 歐盟那個翻譯學校非常強勢 所謂的強勢 是能力的強 在座有外文系的朋友 大家就會知道 你如果當統一 統統一是什麼 你是總統這個NC 或國將元首這個NC 這個NC 大概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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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 可以很高的 而且你注意看 但是 重要決策 我們任何人都要在二十個NC 還是半個NC 都換你 因為有其他問題 但是 國家進行大學 是在討論的時候 如果翻譯錯的話 會有可能 他站住 來 然後 所以 翻譯學校的強勢 沒有幹嘛 那 大概我想這位外文系的朋友 我 以一方向的指望 又 或者那一方是 又可以 明 resume 歐盟的發展方向 爐盟 好 那今天呢 現在注意看 回到第八項 就是說 這些小國 大家都有 歐盟的情況之下 理解到這個時間點,除了要四約各國,大家一起發展經濟之外呢 另一個重點,這個時候他們就理解到什麼?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蘇聯的影響也沒有減少 我們長期在台灣跟美國互動的機會比較大,對不對? 所以我們總覺得全世界最厲害的是美國 但是它雖然影響力大,但是最起碼還有蘇聯國跟它什麼?平衡群色 所以蘇聯書一看,我們對於國際事務也要不熟悉 但是,你們要注意看,國與國之間,不是在談公平、正義、之三事業 沒有的,永遠在談自己的國家利益極大況 那對不起,如果讓你的人影響小話呢? 那你一直以後就要讓你來吧吧 王老師的意思啊 所以當時蘇聯的影響力,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呢 那甚至在二次世界大戰,要結束,還沒結束 簽訂要出不領用著任何一場戰爭啊 他什麼?左右打完的時候,完全打得多久,對不對? 左右打完的時候 那打完了以後的這個持續的安排 經濟上的組件,那是世界好重要 對不對?所以,你們要注意看那邊喔 當時呢,二次世界大戰要結束的時候呢 蘇聯和美國,所以你們要注意看喔 國際之間,沒有什麼公平,這裡 就這兩大親國呢,你們要注意看 是不是就在不同的國際會議,開了會就把戰後 然後,哪一個地方跟馬國哪個地方,該怎樣 就已經決定了 東西哥,德國切一半 你澳利幣不准跟什麼德國在一起 雖然你們都是德國新的國家 切開,管理又會議 王老師的意思呢? 那為什麼? 注意看喔,到今天依然如此啊 我們說什麼,克里米亞不是被俄羅斯拿走了嗎? 你要嗎?我就是要嗎? 當個小公公,要嗎?就開了會的決定嗎? 大家注意看喔,這是不是 那你說,老師這多麼的不公平,多麼的不正義啊 同學們切記喔 有人的地方,沒有絕對公平 也沒有半分的正義 那國獨國之間更是什麼? 實力說了出來 所以你們看到沒有喔 普丁拿下克里米亞道 對不對? 然後什麼啊 歐盟、北約就 你打頭我肯定啊 而且普丁真的敢打呀 對不對?我是真打,我不是假打的啊 對不對?那你打得過我,打過我 你之前聽過看看 那打得過你一定有打的嘛 對不對?那打不過大家推而求其次 那是不是就在旁邊 大家拿個祕託,你看你想要哪一塊 你們要哪一塊? 你們兩個都買一個錢 是其他國家不該分的就分了嗎? 看到沒有喔 那首先注意看他們為什麼會喜歡這些 其實這個也是和歷史上 歐洲的歷史發展之間有關 也就是說什麼啊 歐洲我們以前都講說 政治和宗教沒有全然分開 甚至羅馬天地教皇室才掌控 歐洲很多皇室的時候 你們要注意看 除了有婚姻 是皇室的婚姻有他權益之外 還有的就是他 我們大家所說的是 當西班牙和胡桃牙 我們說英國的工業 都通過之前 由西班牙、胡桃牙、河南 從什麼海外冒險 地理大發現 來成就以後來的事情 那之前的海外 地理大突破 對不對 你們要注意他的哥門利亞 都是後面的跟後面的 之前他們還有他們的祖先 往外冒險 冒險戰到的地方 西班牙認為這個該歸他 西班牙認為這個該歸他 所以到今天 你們要注意看 為什麼我們說 尤其中美洲和美洲 到今天他們的母語都是西班牙 對不對 其實你們要注意看 那甚至為什麼 澳門受到胡桃牙的影響 怎麼辦 其實就是當時 你西班牙、胡桃牙 在台灣冒險到最後 你說那邊是你的 但他說那邊是他的 搞不定的情況之下 羅馬天不曉得出來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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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一塊給你 這一塊給你 同不同意 服不服氣 好 服氣了 這樣子 所以從此之後 你們注意看 國際之間很重要 甚至老師 你們的同學 想說老師 那太脫離了 很多國家 就被他這樣 被切了 沒錯 歷史就是這樣 沒有過來的 看到沒有 那可與其未來 我們門口的南美談 也是啊 所以大家注意看 所以他們理解到這個情況 那蘇聯那個時候 影響力絕對不蘇聯 我同學 我們在台灣 大家一直都認為美國多了不起 美國是了不起 他是了不起的國家中間的一個而已 董老師的意思沒有 所以 欸 那我是覺得當時叫蘇聯 對不對 那我也是產生國啊 對不對 而且我的影響力 你們注意看 美國在二戰期間 在結束以後 跟那蘇聯的影響力 並不必然 但過蘇聯 雖然蘇聯在二戰期間 也被希特勒弄得不清 史上大概有三千萬 對不對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所以蘇聯覺得 欸 那我的影響力可以繼續往外擴張 對呀 蘇聯的影響力可以繼續往外擴張 和你我今天存在所謂不確定的年代裡面 大家都希望公平正義 甚至沒有飯吃的人 沒有工作的人 希望有人給他工作 給他飯吃這種分配的概念 就特別強烈 對不對 那二戰期間剛結束 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 不管是產生的也好 產敗的也好 當時面臨的情況 那根本是第一 大部分的人的工作 因為工廠也被炸灘了嘛 對不對 國家機器也崩潰了 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的人也沒有工作 面臨重建家園啊 對不對 然後什麼 經濟不用談 什麼經濟成就到幾個百分點 都不用談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那個時候 共產主義的思維 其實我可以注意看 今天全世界年輕人要的東西 就是共產主義的東西 我要跟A 資源保證下面A 你們這些肥貓 你們拿太多了 年輕人走到街頭 有一個真的不去向錢搶來給他 對不對 就是要求別的錢買你過來給自己 分配啊 有錢的人都是一個人 看到沒有 就是什麼 要求怎麼樣 財富的存心分配啊 對不對 那誰的口袋 所以是不是大家指望 由國家來出面 進行思維分配啊 當然是用武器啊 還是用和平手畫啊 對不對啊 但是對於口袋裡 也沒錢用你工作的人來講 共產主義主張 我的資源分配給你 朋友注意看 那就太吸引人了 所以為什麼二十四葉大戰結束以後 全世界什麼 對 注意看 因為我們當時我們是島上的國家 所以我們到了今天 都不能承認在業務上 共產主義在那個時候 犧牲全世界 看到沒有 因為那時候太多人的工作啊 家園落敗啊 就有人跑來問你說 他的婚姓分配給你 你會不要嗎 這才不太多人心的 對不對 因為你不怕熱死 人家公司的大戰體 就來了什麼樣子 走的也不太可疑啊 對不對啊 所以大概二十四葉大戰結束以後 蘇聯這個共所領導的 共產國際呢 席捷了全世界 相當多什麼啊 戰後破敗重建面 困境這些國上 亞洲、非洲、蘭米歐的歐盒 北米歐一樣 看到沒有 好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西歐這些小國承受得非常難 好 那今天蘇聯還好 因為我們這堂個一開始 對我們講啊 從宗教的觀點來看 因為蘇聯是東正教的一系統 對不對 東正教和基督教 這裡也包括天主教的新 還有我們台灣一直排除基督教 所以大家混擾不混擾 所以我們說新教和舊教 基督教也能分兩派 新教和舊教和東正教呢 因為新教和舊教這邊是羅馬帝國 那羅馬帝國後來視為這邊出現了 東羅馬帝國所推動的東正教 對不對 兩邊也是互增正統 所以也是對立啊 對不對 所以你們要注意看 我們今天就無法理解 那就是為什麼西歐人 為什麼對於俄羅斯人 他們始終是無法接受 到今天一來如此啊 你看他們對於盟 就如臨把那個羅馬帝國 對不對 以我們純客觀的觀念來看 你們西歐當時不都是很不實嗎 你們這些小國 你們都是要緩解起來 比喻萬華 對不對 那你們為什麼把你們的敵人 設定為是惡國當時的屬於 今天的古兵呢 這對於你們也其實是不利的喔 跟同樣主題看 不及那個時候 今天依然如此啊 因為你們歐中國家 大部分什麼 都沒有什麼天然資源啊 看到沒有 你沒有什麼天然資源的情況之下 你大部分的石油天然氣和俄羅斯買的情況之下 你怎麼會跟它搞成對立呢 對不對 你們歐中國家是老牌最不實的國家啊 對不對 你明明因你的石油天然氣死依賴它的 你們甚至不是給人家設那麼長的油管 對不對 天然氣管 並送到你歐洲來 那你為什麼還在安全身邊上 對它不放心 老把他視為你的敵人 那不是跟自己歐洲去嗎 對不對 那當然可以注意 一方面 剛才講的 宗教上面有 那另外一方面 你們注意看喔 俄羅斯是從彼得大帝從事改革 那當然所有的改革就是西歐化的 就像我們今天講的所謂的現代化 被迫是什麼 早期的歐洲化 現在講的歐洲化加美國化 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 因為工業隔壁成就了歐洲的強大 所以全世界都跑去學啊 包括什麼 俄羅斯的彼得大力 對不對 那他學了以後呢 欸 雖然沒有令吉啦 但是後來就 他再到凱撒零大力之後呢 這個國家的領土各方面不斷的破大 看到沒有 破大快要壓到什麼 西洛布的地方來了 所以你們看到沒有 當時的第二 到1990年代 蘇聯的瓦解 今天的俄羅斯坦 只是其中的俄羅斯共同的國化而已 其他都不一定去了嗎 但是他還是全世界最大的國家呀 那你可以想念他以前的國化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對於西歐國家來講 從那個時候一直到今天 對於老師講 你蘇聯的 今天的俄羅斯 占領克里尼亞島以後 歐洲人問的問題 跟當時和你之前問的一個問題 是一樣的 你們 俄國人 你們到底還要多大 滿不滿意啊 到哪裡你們才平啊 你們的領土已經是全世界最大 那你是不是拿下更領壓倒以後 你就領了嗎 還是繼續啊 這一個問題是 所有西歐還在那些東歐小博什麼 已經控制了幾百元這個事情了 看到沒有 所以那我這個小博 我幫你們藍工具 把自己嚇死都會沒用啊 對不對 所以尿道還結往他 看周邊國家聯手起來 我才有一點安全感 雖然並不一兩百個都把他 對不對 但是最起碼有一點安全感 所以同樣注意到了沒有 在這個時間點啊 他們最同樣注意看喔 歐洲人始終面對了兩大困境就是什麼 德國到底希望自己國家可以多強 俄國人 你對於你的領土到底多大你才滿意 這兩件事始終壓著其他歐洲人喘破氣來 所以你們注意看喔 歐洲很多的組織也好 或者你注意看他們很多的政策 其實內心經驗 因為今天都變成朋友了吧 跟德國也是朋友了 俄羅斯雖然有鬼快 但是沒有試過 這個有口難言 但是內心之定政策的時候 一定會考量這兩大重點 郭老師意思是什麼 比如說你德國 你到底想要不要強 你才滿意 那你強大以後 你是不是只願意停留在現在這個領土裡面 還是你想繼續往外擴張呢 看到沒有 其實注意看 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就是德國對於自己的強大 不願意停留在自己內裡 他想要往外擴張 那他一旦擴張以後 以擴張 人家圍堵 這個一來一往情況失控 對不對 把全世界都捲進去啦 對不對 注意看 當德國要什麼 強大要往外擴張的時候 那俄羅斯也不會陷入 對不對 因為你要擴大 我就知道你帶小寶寶的地方過來 我馬上一對戰 看到沒有 千一仿能動全身 那俄羅斯已經比較全 我們亞洲也會進去 所以看到沒有 為什麼兩次世界大戰 大家全部都進去 就是 這個觀禮記 好 又可以從你起出來 今天在網上查到指的說 就是有一個環境關係的這樣 澳洲更多會被恐懼就是說 德國它是不用它的經濟 經濟產地去建立所的 在歐盟建立所的歷史第一 那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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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那個 法國還有 其他歐盟建立所 以前比較想像 某大學 在歐盟建立所 就是 大西方的國家去 歐盟建立所 一個環境 就是什麼 會需求與經濟 在歐盟建立所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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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德國的經濟 被人包含什麼 這樣 好 你要變成地幾地國人 要是哪一代 因為你的實力就是你要強 對 那你英國民主宗宴革命的什麼 發言的你為什麼堅持一下波 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政策對或者是錯 不錯 當然你國家都很下重 那你對的話 你往上去 德國的實力 什麼 中邊國家 想盡辦法 誓約都誓約不了 對不對 那在歐盟裡面 他 什麼 他的強大 什麼 脈動的大家 什麼 一起往前衝 那英國也就是剛講 我幹嘛 拯救你德國強大 對不對 你就是希特勒第二 對不對 甚至希臘 希臘不是那時候 德國非常積極地在救希臘的 這個債務旅行的時候 這個希臘人可以轉方街頭 馬上就想到你就是 你每個人都是起座的在世 你就可以提味道德國 歐洲人對於德國強大 他強大 他加什麼 就是老十三家的 你根本讓不住 因為什麼都是我原創的 對不對 而且除此之外 你可以看俄國人 什麼 和其他 什麼 什麼 所謂西方人有一個 大的開運 開運 相互聯合意 什麼 形體概念 講 他不是像我們這邊講的 包括各位的 或者說西方人 多重視個人 主義 奧斯特 當然他可以重視個人 但是他的什麼 提起的概念 就是 所以 在必要的時候 犧牲小我 成就大我 這個概念 他們絕對什麼 是非常解除的 所以呢 歐洲人 或者說西方人 他們是這個東西 他們是你的提起 所以為什麼二十一大戰結束以後 歐美國家要改造德國的議會主義 因為從西方國家的人 美國來看 德國人是沒有成功的 主義 德國的主義主義 所以我要改造 所以就如二十一大戰結束 我改造日本 一樣 改造日本的軍國主義 改造德國的什麼 其實 你們德國人 哇 就要面臨一個動作的 這個情況 是很驚人 所以呢 你們要注意看到沒有 沒有 德國經濟強大 那我自然就變成你老婆 對不對 那問題是什麼 對於歐洲國家來 你推出一台 就像你英國 你工業革命土破以後 你建構全世界的大英國協 那你西德國很厲害 西德國還失敗 你英國當時是成功的 所以其實英國比德國厲害啊 如果建構反影響力往外破張 英國是比德國厲害的喔 對不對 那但是以後來英國的政策不斷的 那當然不只是英國啦 美國 我們上禮拜講 趁後來卻請大國想盡辦法 把英國搞破 因為他要取代啊 對不對 那德國的已經死我毀滅了 對不對 因為你在拜英書啊 那但是後來他在武功的重建 老實在講 那什麼東西之前都是原創的啊 對不對 所以只要師父在 有一個德國人海水活 德師父就可以繼續運作 看到沒有喔 那三四十年之後 他再翻上來就不意外了 對不對 他中間政策也沒有錯誤啊 對不對 甚至他父親現在上來啊 所以他提出工業十年齡啊 對不對 所以他提出工業十年齡啊 對不對 在中間都學理工的 應該聽過很多文字啦 工業十年齡啊 對不對 因為我一直都是 自我研發自己創新啊 我不是超級 我也不是敗工啊 對不對 所以我德國雖然戰敗啊 但是我再翻轉上來的可能性 還是具備啊 看到沒有 因為全世界現階段培養什麼 高級人才的這個體系 也像巴黎大 現代法學啊 也是他幫你搬 肥養人海水活的事情 也是他幫你搬 對不對 所以是翻轉上來的 是不是要他有機會 有翻轉上來的速度 就是很基本啊 對不對 所以他比全力量級 又翻轉上來 那他有沒有應對要建構第四帝國 目前啦 實力是本上是具備的 但他有沒有這個起步心 好 往去感受沒有 但是我們要注意看 德國吸取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 他也理解到 我們德意志民主的什麼 這個暴敏 這個上樓 暴敏 暴敏 這個情況 有太多 好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風力失控啊 好 所以在座同學 如果你有機會去德國 或是學術交流 或是可以觀察到 德國的社會呢 感覺上是會越壓抑 整個社會的氣氛 感覺上是比較壓抑 那那個壓抑心還在哪裡呢 就是說 我明明很強 但是我也好像要裝得跟法國差不多 對不對 那大國人一天到晚不知道在幹 拿出門就不知道平衡什麼 對不對 也不知道一天到晚在幹什麼 那我還要裝得跟他差不多 其實我早就受不了了 你知道嗎 什麼意思嗎 就是說 我明明很強 但是我也必須一直什麼 保持在一定的 就是什麼 讓大家不要害怕我 所以那種整體那個社會的 一天前步上的壓抑的那個情況 就是可以感受到 跟美國 去美國 就被幫別人說 All the one between All the Americans Dream come true 結果大概沒有一個被 被吸死 沒有什麼阿樂的 brain 但是吹得跟真的一樣 阿樂的特料 或是不吸引 在德國的民意很強 但是什麼 也是 神體的整體嗎 在二謝班的結束 或者什麼教育 神體讓大家可以知道 你就是什麼 會不會先過 人命 就是要不看明確的 能夠有個和平相處的機會 那但是會贏的這個問題 非常好 對 有些能注意看 教育的底下 是反正的 所以為什麼到今天 德國的什麼 民粹 納粹 分子 這時候 新納粹 還是很嚴往希特樂的這些 包括 年輕人裡面都有 他從哪裡見過幾天啊 根本是不同代的 有嗎 都還是有什麼 這個我想 我們得意識是最優秀的術服啊 我們既然優秀 為什麼不能掌控其他民族啊 對不對 全世界那些阿朵阿朵 頭腦不清的人 為什麼可以在那麼大的地方 想有那麼多資源 那我們這麼優秀的 卻被騎在 歐洲中間還小地方 我們的生存空間 為什麼這麼小 我們都一起 看到沒有 所以你們就去看 梅克爾 這次因為難民問題 到現在 大家快逼的 要被逼下來了 就是 面對這一個問題 他就給 操作就是 難民對付可能 再一個什麼 不過 科隆大教堂 在去年還是前年裡的那個 新年還是聖誕夜的那個 那個 公開的活動裡面說 性侵得 得意志 民族的女性 哇 那這麼厲害 性侵跟民族 鼓掛在一起 那 海洞起來 民族講 那是什麼 在梅拉伯的現象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當埃斯科阿里科爾 接納 將近上百萬難民 開神職 被誇獎 就沒被誇獎一個禮拜就慌了 對不對 要今天 各個地方去 兵敗 五三堡 大家快下來 看到沒有 就是這股力量 即便教育上 不斷的強調 要德國人保持第一支派 即便強烈要保持第一支派 這種能力 而不能說這個教育失敗 但是說 只能說 不是百分百成多 所以使得什麼 這一兩基益人數少 但是還產生了破壞力 不如小學 所以大家看到沒有 梅克爾收難 我們之前有提到過 從勺子化理的角度來看 的確是正確的 因為勺子化理不利 還有社會不利制度 什麼好多制度都撐不下去 就變沒有人了 對不對 沒有人 沒有人工作 沒有人繳稅 所有的制度都被獲要修改 或停止 對不對 所以你要移近人來 對不對 而且這一次人海 你女友之前不是有遇到嗎 年輕的 那小朋友 年輕的都很傑出的也是有啊 對不對 那小朋友 那更時下下一代的什麼 人口的什麼 重要來源啊 對不對 看到沒有 就可以這一筆力量 一吸一間保育全部 什麼 也混掉啊 好 甚至 往前出的哪個地方 甚至想 你們注意看 因為 我們說 德國是二次世界大戰 雖然它是 它是攻擊別國 它也是慘敗 對 盟軍最後 上進德國的時候 也是對德國 真是 不不不啊 那梅克爾的家族呢 是中德國的家族呢 他們家呢 就是被後來禁忌的美國大兵什麼 從地下室給拉出來的 拼救出來的 美国大兵下室啊 轟炸 對不對 那把他們從地下室這樣輪到起來 都是美國大兵 所以 梅克爾家族是百分之百的親愛 對許多美國人都是救世主 好 那它也 對於希克勒共識人 所造成的迫害 當然也是 不接受 然後 對於德義之年 一種欺激性 它也就是 在台湖中 自我毀滅 到最後 是自我毀滅 所以 你們注意看 他在新聞上 不主張 德國 告訴我 那麼欺激 一種欺激性的象徵 就是欺激 最具體 最高的有效的就是欺激性 所以 他什麼 他慶選的時候 到處 到處把握握 他 他只是一個小動作 讓他跟他打那一招 就是說 在腳台上說 不要演握握握握 這個動作 就被這些揪出來 攻擊 再加上就是 好 等身 對對一支 你根本不認同嗎 一個國際的軍事實力綜合國際往上來的地方 以德國這個國家的國異發生是在全球100國民中 他的軍事實力目前只有前20名以內 大概跟台灣只差個3、4名左右的那個實力 他會不會因為這個原因變成說他會整個他 就是從軍事實力那邊 但是台灣一樣是全球20名的實力 一路任何把他拉過去前幾名之內 這一個呢 比如說這個民族主義 他現在基本上在去世面 還比較不是很明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當然第一 之前我們之後會講到 你德國是戰敗國的 你所有的隊員要接管 對不對 所以當時和日本一樣 就比如說你德國的軍隊 解敗 沒有嗎 看到沒有 你完全不能夠服裝 好 這是你 那好 但是呢 1950年代 你們注意一下 是1948年 他成立這個形體安全組織 當時還沒有讓德國加進來 因為當時大家 因為我們知道工作人員也不是聖人 當時這些工作人員還是很討厭德國人 那怎麼可能想到說 你有機會跟我們一起坐在民族主持裡面呢 我們注意看喔 就是因為1953年什麼 剛才講這個積極安全是防止 就是世界德國人 然後防止什麼 蘇聯的力量可能什麼 繼續 因為你在東歐 你是不是很 二十一發展結束以後 很多國家跨到蘇聯的影響區 你還不滿意 你又往東歐這個地方來發展 那你何時平呢 對不對 那你東歐你往這邊發展 那亞洲呢 亞洲 中國 中國 當時是什麼 二戰剛結束是中國國民黨在大陸是什麼 是政黨 就後來被共產黨打敗了 對不對 那被共產黨打敗 當然因素很多 裡面有一個因素就是 國際共黨在莫斯科領導之下 是支持中國共產黨 對不對 所以你們看到沒有 變成什麼 國際共產黨的勢力 不僅停留在俄羅斯內部啊 東歐也拿下來了 中國也刺化了 接下來什麼啊 他下一個目標就是朝鮮半島啊 對不對 那你那邊 你都還不滿意 朝鮮半島 那我這邊呢 你東歐你也已經刺下來了啊 那你接下來是不是就是西歐啊 對不對 那西歐 你回想看 誰要在座的哪位男同學 可以衝衝進去 去嗎 對他嗎 你是往前衝 還是往後倒啊 對於歐洲國家來講 其實是密集的危險啊 那誰要負責中華第一線區 已經把俄羅斯人啊 那是叫蘇聯人啊 大家注意到這個問題啊 大家注意到這個問題啊 那的確喔 大家注意看喔 俄羅斯對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這個世界一分為二 他還是不滿意 他還是要往外繼續擴張啊 對不對 他還有實力擴張啊 而且當時中國共產黨什麼 佔領整個大墓裡頭 我們一下看 地圖一拔開 整個歐亞什麼 歐亞大陸這個地圖都大分別紅色的嘛 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是小小的西歐 然後亞洲這邊就是什麼 小小的日本而已嘛 對不對 接下來就是還是要朝前半大了 看到沒有 好 所以對於西歐國家來講 好 那他繼續往這邊打的話 誰站在地圈去打呢 你覺得該派誰去打 一定要有人打嗎 對不對 要不然沙漫移 法國 馬爾賽攻啊 那整個就廁話了 對不對 你派誰去打 蛤 派誰 太希臘 希臘人一點了吧 因為希臘在難攻啊 你俄羅斯要殺 蘇明要殺下來的話 你自己先去難攻嘛 他已經吃下方攻 接下來了 公公吃完了 接下來了 對 對嗎 那西歐教誰先去打啊 那不可能希臘 希臘還在下面啊 而且希臘人遇到曬太陽 你指望他到先前的曬太陽 還是怎麼樣 有什麼事得過 這也會講得非常好 的確 大家也知道 要得過人就打啊 有什麼事得過 哦 對對對 非常好 能源注意看啊 對於這些西歐戰勝國來講 我們今天就是之前被你德國搞搞的嘛 力量還沒有重新再再次打啊 那今天蘇聯來啦 對不對 那衝地線 擋的應該是誰啊 大家當然覺得你要負責啊 對不對 那好 那當然 那德國也不得不負負責啊 因為他是第一線啊 因為西歐者都在前面了嘛 不是 歐在前面啊 接上來西歐 注意看那個地位的位置也是先到德國了嘛 對不對 所以德國也逃不掉啊 所以你們要注意看啊 也就是因為亞洲這邊韓戰 1950年代韓戰爆發 然後什麼 歐洲這個地方 大家才不得不投避 讓德國再抓緊 因為你只要幫你去打仗 你不能讓他空的手去打仗啊 你空的手去你也打不了蘇聯嘛 對不對 所以又不得什麼 讓德國再 你看嘛 1940年代二戰結束嘛 對不對 馬上50年代 不得不讓德國重新再武裝 所以你們注意看了沒有 德國大概二戰結束 沒多久 1945年代出 他都再武裝 就再攻擊軍隊 那當然他負責一切 白馬 什麼 蘇聯 所以法國當時 德國人都死光了 然後法國人都在上 後來就死光了 好 看到沒有 那但是你們注意看 即便如此 他對德國還是不放心啊 你用的軍隊嗎 對不對 那哪一天你的槍子往前拿你 又回來打過 那怎麼辦 這種可能性不敢排除啊 對不對 同學注意啊 有人的地方啊 不僅能外國 有人的地方 你們可以注意啊 什麼事情都會不會發生 沒有什麼事情 什麼應該發生 沒有什麼事情 什麼不可能發生的 懂我這意思吧 所以要也要想辦法 再讓德國重新武裝起來 去對付蘇聯爾同時 還是要想辦法自約他 不能夠讓他到死 把他的槍到頭來 又對付我們 歐洲人啊 對不對啊 所以可能是你看 一開始這個地方 基本上 這個集體安全的概念 就已經出來了 那這個集體安全的概念 今天的表達法 是來講 就是說 要射擊這個 是不好 讓我們歐洲人 一直不要再拿個槍蓋 自己來支持 要把什麼外移 那當然 音音比較清楚 老師 懂我老師的意思嗎 好 還是再把自己 好 好 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清楚嗎